在工作人员技术纯熟的清洗下 原本有黑的阶梯瞬间变得干净 由这名作家林立金创立的游喜社创 近年来带着无家者到各地进行清洗工作 目前已经帮金融市厕所学校完成校园环境清洗 金融市议员同志委因此邀请产官学界举办座谈 透过林立青的案例分享 希望鼓励企业资助这项清洗活动 帮助学校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 也能让无家者有工作机会建立自信重返社会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典范 也是一个善的循环 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让街友重返社会 过去街友在社会上都有被贴上刻板标签 就是说他可能是败坏世荣等等的 可是其实街友他们面临的困难 包括身心灵家庭的功能 其实我们没有去了解他 所以我们有机会透过来打扫校园环境的模式 让他们有机会重返社会建立自信心 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善的循环 那非常感谢我们社会处吴廷峰处长 以及教育处杜国阵处长的支持 我想透过跨局处的平台来整合 我们会有更多的街友受到帮助 辅导无家者提供校园清洗服务的做法 也获得知名企业万事达金流的响应 特别资助开学前在成功国小的清洁活动 让学校方面相当感激 我看到这个林立青这位作者 他对这些四龙还有以及街友可以串起来的一个 就业机会跟改变四龙 所以我看到非常敬佩 那过去以往也一直想要有机会 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街友救援的一个行动 但是今天我觉得已经有人做了 我们就揭竿起意 一起来创造这样新的社会文化活动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基隆的环境是属于潮湿多雨的 那所以校园的地面呢 常常都是长青苔啊 然后污垢啊 非常的严重 那有清洁公司呢 来帮我们清除这些污垢呢 其实对于校园的环境安全 那学童的活动上面的安全呢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其实很多学校都需要这样子的服务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廷峰也认为 对无家者来说 最需要的就是重建社会人际连结 不再逃避现实生活 每和提供工作机会就是一种好的做法 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给街友一个技能的一个训练 那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自我肯定 那同时呢 借由对整个校园的一个清洗 能够让整个校园的一个干净安全 然后整个整体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提升 然后还包括整个街友他自我的一个肯定 能够多赢能够共好 立法人蔡市应服务处主任 林明志也特别出席座谈会 力挺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同志委表示 目前已经有多家企业表达赞助意愿 如果学校有清洗需求都可以与他联系 他会紧述眉壳 让善的循环不间断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